OBTI是台灣品牌 它有60幾種機型 去對應我們停電、儲能、併網 還有沒有試電的地方做使用 在對應我們一般住家 單向三線式、三向三線、三向四線式 都有完美的解決方案 它的機型的價格 從5000塊到30萬都有 當然今天我們來介紹比較親民 1萬塊上下的主機科學分析 叫了一件 那沒想到原來一件是長的這樣子 就是一整版 所以下次再叫貨 記得講清楚是要叫幾台 不要隨便叫一件 今天我們就要來開箱 因為它也是220 今天我除了會教大家怎麼使用它以外 我順便教大家 如果你在220的時候要用110 有一種最經濟的方式可以選擇 它的全部型號是OPTI 然後台灣製2500W的HANDY 它有非常多型號 它有SP系列、HANDY、IP、防水系列 那這個HANDY系列主要的特色就是 它可以太陽能板的部分用串連的方式 進去它的MPPT 會比之前我們在低單價的機器選擇 都只有並聯型的去好操作很多 直接開始玩樂 打開的時候注意 聞聞看有沒有心機的味道 有心機的味道 OK 它的配件就是這樣 雖然一拿出來 我們就知道怎麼去安裝了 不過我們還是要研讀一下它的安裝規範 裡面有幾個規範 寫的一堆文字跟之前一樣 其實只有兩三個要輕鬆注意 第一個它的DC進去是24V特 所以我們只需要兩顆電池 就可以輕鬆的啟動它轉換 第二個就是太陽能部分 它太陽能部分接受的範圍是 60V到400V 這個的定義就是 像我們350W的板子是40V開路 它基本上它可以對應2到10片 最適當的片數大概在6到8片左右 是最完美的太陽能進入跟充電的一個功率點 剩下的其他保固幾年 然後電流不太需要注意 因為你沒有什麼機會超過 OK 我們接著下去把它破解掉吧 直接開始 它這邊有幾組接點 不管是再大型的主機都一模一樣 都是這些接點 從這邊開始看 這一個就是上面寫得很清楚 PEV就是太陽能的進入 剛剛有聊過 它是60V到400V之間 到這邊OK了 再來電池的部分 標籤上也寫很簡單 就是24V的DC input 再來這邊就是AC IN跟AC OUT 不管你有沒有接AC IN 只要你的電池端送了24V進去 跟太陽能有 基本上它就已經開始正常的運作了 那AC的部分呢 很單純只是為了 當太陽能跟電池沒有了以後 去AC進入供給你的AC OUT 直接負載使用 再來大家要仔細觀賞囉 就是我一步一步的教大家 要怎麼先去把這台主機建構起來 我習慣先從電池24V的DC端開始 那壓接的部分 因為已經壓接好了 這個之前歐式壓接就已經交過了 沒有什麼特色 我們就先把它鎖上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箭頭 其實這個箭頭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重點是Made in Taiwan才有意義 這次的客戶請我幫它組裝 它是用在貨櫃裡面 所以基本上它是沒有台電的地方 我只需要接主機的OUTPUT 並不需要接它台電的INPUT 很簡單吧 因為它這一端AC OUTPUT的設計 它的鎖點不是方形的 所以是圓形的 那我們歐式的六角壓接就要注意一下 要找到這種六角型的 這就是AC OUT 接24V 它會輸出220V的地方就是這裡 輕鬆鎖上 那鎖好了以後 因為這個要去現場做一個對接 所以基本上我都會先做一個快扣輕鬆做起來 這個快扣有4平方到6平方的 那我們記得要買6平方的 最後就剩下太陽能的部分了 給它搞下去 有沒有 太陽能PV印藏在裡面 左正右負 太陽能的部分就要用這種正方形的 記得這個要先進去喔 OK了以後就把跟B&W一樣的水箱罩給蓋上 不知道是它學B&W還是B&W學它 出去之前要把它的頻率 充電最高電壓最低電壓給設定一下 因為到現場了 希望能確定是好的再去安裝 以免擺跑一趟 輕鬆的把電池找出來 模擬機器的開機 然後確定它裡面的設定是不是OK 以免到現場擺跑一趟 電池24V進入這台機器本體 就會啟動 面板輸出220正常 可是除了Hiyoki 我不相信任何人跟我講的數據 我非自己測不可 OK它輸出220正常了 可是大家有沒有看到一個地方錯了 就是它的赫值是50赫值 我們必須從內部做設定把它做一個調整 確定OK這樣子頻率就改過來了 我們來看看 OK確定頻率跟電壓都正常 基本上這台就可以到現場去安裝了 當然大家會想說其他的設定是什麼 其他設定基本上都是它原廠出廠的 標準安全設定 你們別亂弄 等到你們會了以後你們就知道設定什麼 目前先不需要動 因為現場是一個貨櫃屋 那客人它是用一台大概2噸到3噸內的冷氣 所以是給220的電壓啟動 現場也需要110 又不想用變壓器 那這次我做了一個特別的設計 順便分享給大家一個歡樂的應用 繼續下去 在110的部分我們可以用逆變器做代替 那可以選擇名為逆變器有12448 那重點是可以選擇帶UPS功能的 像這種MTU系列24V 然後又可以有UPS功能可以做選擇 當然也可以使用沒有UPS功能的MTS系列 先來用這顆介紹給大家看看 這次我們使用的是MTS系列 然後它是24V110的 它對應了我們主機220也是24V的DC輸入 先來講解一下 價格先生、設定、味道、挽制、熱、然後割加 製、防止、然後翻轉 生地、把流熱、挽造 從中、白嫌棄和餅、手勢、酸汎、ениемán燥、煮動 2.5W 因為是2500W 所以我們輸出的部分 盡量保護在10A 就是大概2000W左右 讓它跳脫 保護機器也保護安全 所以我們會在這裡 用來的方式 用來的方式 用去的方式 用來的方式 ho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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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麦粉 加入煮的材料 浸起 有些材料 鱼肉 煮熟 白糖 混合 煮熟 酸肥 白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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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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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じも切開 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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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安裝已經接近維生了 對於所有的開關跟線徑在做一個檢查 因為這次使用OBTI-220跟名為110的系統 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他們共用一組24V的直流輸入 所以只要OBTI有接式電或有在做太陽能應用 基本上200跟110永遠有電 厲害的地方就是不用使用 不管是乾式或是油式的邊壓器 那兩個東西每小時會消耗我們一兩百瓦的空載 基本上一片板子一天也產生一千瓦也就是一度電 光一顆邊壓器就會耗掉我們一兩片板子一天所發的電量 這樣好玩的系統非常適合一般小型住家做不斷電系統的配置 也適合廠房貨櫃或停電區域沒有台電的地方使用 像這樣子OBTI萬元左右的機型 如果你可以自己DIY一些保護開關跟線徑 你就可以輕鬆的享有有太陽能的生活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頻道歡迎訂閱按讚分享並且開啟小鈴鐺